台灣足坦近幾年頻頻向亞洲強拳日本取經交流 像是世大運女足赴日一地訓練 男足之前聘請黑田和聲擔任總教練 而週日登場的台灣運彩杯女子足球邀請賽 以木蘭聯賽衛兵軍台中藍金為主 組成的精英隊 將代表台灣對上日本甲級聯賽J1的仙台七系隊 以戰陽戰吸取經驗值 行動 拿到球之後的行動 比如說是那些空隙之間的傳球 然後比如說球掉了之後怎麼樣的 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裡面趕快快速的逼搶 那這些很小很小的細節 它不是什麼特殊 但是它在球場上確實非常重要的東西 可是過去也許我們就是忽略掉了這些東西 日本足球職業化發展成熟 不僅男足 女足俱樂部體系下也附設高中 國中以至於國小球隊 新鞋來源和觀眾基礎穩固 也是國內足團努力的標竿 那台中藍金的比賽在組場的比賽 在過去大概都有最多的時候 大概都有兩千人左右的入場的觀眾 那這兩千多人事實上都已經超過 事實上是已經超過了男足 木蘭聯賽創立於2014年 取代原本的全國女子甲組足球聯賽 成為台灣女足最高層級的半職業賽事 除了技巧賽程也多向外拓展交流 期待開創出新的格局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